我们聊聊昨晚公布了业绩都做得不错的股份 迪士尼,周太来的 周太不止第一次问迪士尼 他说他自己有小朋友 所以都喜欢买迪士尼的股份 但成本价比较高,167美元 他说前景怎么看呢? 他说觉得业绩都做得不错 嗯嗯嗯,其实今次份业绩 其实迪士尼是OK的 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它最重要的 大家都见到,坦白说 要多谢Netflix 因为Netflix打了头阵 就令到大家对于那些什么 迪士尼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期望 那所以呢,其实大家就反而 觉得很温和地去看这件事 就是你不是做得太好 都没什么所谓 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反过来,迪士尼就真的开始 发挥它和Netflix的分别 就是它可以有旅游复苏的概念 因为其实大家会今次见到 同期其实它那个乐园 就是大家可以入场的乐园 那其实就已经是开始变回 就是对比按年是变回赚钱了 那所以其实它就多了个旅游复苏概念的 那变了其实我们自己 这样看吧,如果用刚才的说法 市场呢,其实有时候不是不喜欢那些概念 但是不是不喜欢某一种的主题 只不过他们现在在选股上面的口味 有一点转变就是要选择一些相对便宜的股份 那如果拿着迪士尼现在的预测事盈率38倍 那其实都可以说是叫做 它回落很多的了 叫做近年的一些叫做 开始回到一些平均水平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估值就 开始叫做安稳回的了 那但是我就暂时 我没想到说 会不会短期会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大反弹出来的 那我自己会看的就是当着旅游复苏概念的先 那看着的就是可能你要给他一些时间 你看看他会不会慢慢上回180元去做 就是那个中期目标 你以为我真是很短炒的目标 那我会看回可能一月中那个联口位先 那你短线的你拿着大概145元来做你的短线的防守止蚀 那但是我觉得迪士尼应该已经是开始走 就是之前有说过它会走一个整固阶段 我觉得它开始走一个大型的整固的中后段 那所以我会当迪士尼应该是一个中线bottoming的股份之一 就是譬如周泰167美元买 你觉得都可以先保持住 我会先保持住这一只股份 尤其是刚才都说了几个因素 它是相对应该是会做得好一点 除非最大的危机就是 原来发觉Omicron之后还有第二个变种 原来更严重的 那这个就是零帝了